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仅是政治家邱奇尔等人的办公地 也启发了小说家伊恩·弗莱明创作出家喻户晓的《007·James Bond》系列小说 如今的他在中量级设计团队和设计师事务所不遗余力的修复和打造下 以及重申为一个酒店和私宅的综合体 向世人重新散发着自己的赫赫之光 建筑事务所花费了8年时间细致地对这座地标建筑进行了修复、扩建和重新设计 建筑面积扩大了近一半 地下扩建了5层 屋顶增加2层 如今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 在修复时考古学家和设计团队对建筑物的每英寸进行了分类 确保完好保留所有珍贵的部分以及每个镶嵌物 浓缩了时代特征的拱线天花板 细腻的华丽装饰线条和大历史食材 在经过重新打磨后被完美留存 秘足珍贵 继续续写着它的辉煌历史 庞大的综合体内不仅囊括了伦敦第一家莱福斯酒店 一间水疗中心和一众精品餐饮 还坐落着欧洲首批莱福斯公寓 一共85套住宅 配有花园、私人餐厅、休息室、健身房和电影院等车施 每套住宅皆独一无二